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TensorFlow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变量运行在哪里 听着很费解 什么叫变量运行在哪里 运行在我的电脑里 对 今天我就给您讲讲TensorFlow 它的变量运行在哪里 看看是不是运行在您的电脑里 好 咱们试一试 首先知识点 咱们看一下 咱们在用TensorFlow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定义变量时的设备区别 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 咱们一般用机器计算 一般运行的地方有两个 对不对 一个是CPU 一个是GPU 那么咱们尤其在TensorFlow1的时候 咱们要关心我的变量 是CPU变量还是GPU变量 但2的时候 相对问题就改观了很多 所以说2更加的易于使用 好 咱们就学习一下吧 咱们先看一下实战演习 如果听糊涂的朋友 没关系 实战演习 马上让您明白 大家请看 我的代码的前三行 这个是被使用终端 进行代码测试的朋友准备的 因为TensorFlow2 默认会出很多的log 您用这三行 就能够把log都清掉 对吧 好 咱们先少叙叙 一上来 咱们先import TensorFlow 这个没说的 然后咱们定义变量 同时查看一下 咱们定义完变量之后 这个变量属于哪个CPU 或者说哪个GPU 好不好 马上开始 首先我先开一个Google collab 然后咱们建个代码 试一试 先拷贝过来 看咱们这环境不报错 没有问题 OK 接下来咱们定义两个变量 AB 没有问题 A 大家注意看 A我给的是一个1 它是一个NT型 B我给的是一个10点 有点了 所以说它是一个float型 它是一个实数型 对吧 好 OK 然后咱们打印出来什么 看一下 我先打印了一个横线 然后打印出来A的设备 同时把A本身输出 再打印出来一个B 把B本身再输出 Let's go 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 是这样 大家请看 为什么两个都是CPU 是因为我运行时 没有把它调成GPU类型 咱们把它改成GPU类型 咱们再保存 大家请看 正在分配 正在连接 然后咱们再运行一下 因为刚才我是CPU环境 所以说您看不出来CPU GPU区别 它永远是CPU 对不对 好 现在我连的是GPU环境 我看一下 没问题 咱们再运行 感觉GPU运行比刚才CPU慢一些 第一次运行 对吧 需要我woming up热身 大家出来了 大家请看 我声明了这个变量 如果是anti整形的话 它默认的设备是CPU 对吧 如果是浮点型的时候 它们是GPU 对吧 这个就是咱们在定义变量时的一个小小的区别 请您注意 好不好 OK 接下来 接下来我若定义Tencil的话 会怎么样 咱们也试一试 比如说 我定义两Tencil X1 X2 一个是给整数 一个是给浮点数 那么怎么样 咱们会看一下 这个打印出来的log都是一样的话 咱们看一下 够 大家请看 我若是定义成Tencil的话 它默认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都是CPU 奇怪了 为什么不是GPU 是CPU 好 咱们不用管它 咱们干什么 咱们直接做一个运算 怎么运算 咱们试试 比如说 我把A A是谁 A是这个地方 A是一个CPU对象 加上X1 加上这个地方 它也是一个CPU对象 对不对 这地方我都给您有标注 对吧 我两个CPU对象相加 会得什么 看结果 够 它结果出来是AX1 大家请看 它其实是在GPU上去运算的 那么也就是说 咱们定义完的这个变量 不管初始值 你是CPU还是GPU 我不管 但是我只要经过一次运算 它其实运算的设备是GPU 对吧 这结果也算出来了 101 没问题吧 OK 咱们再试试 比如说 我再做一个CPU加GPU的运算 为什么 大家请看 刚才咱们定义的B 它可是一个GPU 对吧 我看在哪了 这儿 B device 它是个GPU 对吧 然后咱们这X2 它是一个CPU 这地方大家请看 对吧 那么他们俩在相加 会得什么 马上看结果 大家请看 BX2 它最后也是在CPU上 也是在GPU上进行运算 也就是说 咱们啊 不管定义成什么类型 只要咱们让它去运算的话 它都会采用GPU给咱们运算 那就是说 咱们在定义时 作为咱们这个处理者朋友来说 咱们在定义时 不用去关心 咱们定义这个变量 到底是在哪个设备上的变量 反正你操作时 你运行时 它都会在GPU运行 前提是您本机要有一颗GPU 好不好 OK 那么咱们再给您举个例子 就是说 咱们定义时 能不能把它直接定义成Tensor 直接定义成GPU 好不好 其实TensorFlow 在1.0的时候 就给咱们提供这么一个函数 什么函数 大家请看 叫做TF Identify 这个函数 就是说 不管您是哪个类型的变量 它都会把这个变量 转换为GPU变量 因为在TF1的时候 TensorFlow1的时候 GPU CPU是很敏感的 GPU变量跟GPU GPU变量跟CPU变量 是不能够操作的 它会报错 但是在2里面 你是可以操作 它不报错 所以说在2里面 这个device的概念 其实并不是很敏感 很清晰了 好不好 OK 咱们先手续 咱们运行一下 一般TensorFlow1的时候 一会儿GPU 一会儿CPU是很关心的 但是在2里面 您可以忽略不计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基本的操作是可以过的 好 咱们看 咱们现在A还是X1 都是CPU变量 咱们通过这个函数 把它准备成GPU变量 然后咱们输出 看一下结果 大家请看 我的GPUA 这个效果 确实是使用GPU 然后我的GPUX1 大家请看 也是用GPU 有意思说 如果您对GPUCPU 很在意的话 您通过Tensor Identify 就能够把您的变量的设备 进行一个转换 但是我跟您说 这个操作 其实仅仅是在 TensorFlow1的时候 相对比较多 您会意识到 我在哪操作 其实在TensorFlow2的时候 您不用管了 它会自动给咱们匹配 为什么 咱们大家想一想 我在用TensorFlow1的时候 我如何安装 大家请 大家请想想 对 我如果是CPU 我会安装CPU版本 如果是GPU 我会安装GPU版本 有时候在TensorFlow1的时候 CPU跟GPU 是两个分别不同的版本 对吧 所以它会有设备 运行设备概念的意识 但是在TensorFlow2的时候 咱们想想 是怎么安装的 没有什么哪个版本了 咱们就一个命令 Install TensorFlow就完了 如果您本机 有GPU 它会自动匹配GPU 刚才咱们已经看到效果了 一运算的话 不管你是哪个 类型的设备 它都会最后在GPU上进行运算 这样就是说 TensorFlow2 大大降低了咱们学习的难度 对吧 如果咱们在学习1的时候 肯定还要意识到我在哪个设备 一会儿一家再报错了 我还要去找这个bug 看看是不是哪的问题 我操作不对 在2上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TensorFlow2 真的是一个革新 它让TensorFlow简单的使用 Easy to use 对不对 我英语不好 但是这个英语还说得出来 OK 开玩笑了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我这个变量运行在哪里的概念 那么结论咱们说一下 您若是TensorFlow1 您需要关心变量运行的设备 如果您是TensorFlow2 您其实不用关心设备在哪里 它都会自动的默认给您去匹配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代码的内容了 我的今天的代码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下载 您运行一下看看吧 然后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请希望您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赞加转发 拜托您了 OK 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